阿伯 這對你告訴大家 舒華不恭 他就發展在裡面 為什麼常常你們班上的同學 還會他也出現在裡面 我們班上的同學 對啊 有他啊 有他 不然我知道 那個要問字幕單位 那字幕單位跟他沒關 我最近看節目 那個走路節目他就不在了 換另外一個年輕人了 是喔 走路的節目 沒有他們輪流啦 輪流喔 沒有輪流 沒有 以前每次都是他 現在換掉 就他跟小鐘不好嘛 OK 這樣就知道了吧 剛剛講到這個人的時候 那個羅姐好像有一些看法 是 他就不用說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接下來要換我們馬姐了 馬姐要講的這位 我敢說 是四位剛剛講的故事裡面 最大咖的 可怕了 你很恐怖喔 可是其實有的時候 大咖並不討厭 對 是那個卡在那邊那個 真的要上不下的那個 才討厭 但是 好幾個耶 選一個就可以了嗎 沒關係 你慢慢寫嘛 我跟你講這位大咖 我只能說 圈內大哥大姐沒有這一種的 主持人好姿態高 連日式換腳 很退馬牛通告 因為有憲洪跟無憲洪 不是我們嫉妒人家 人家有那個能力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些 事情的處理 會讓我們 假設我們今天去上他節目的來賓 是不開心的 是不爽的 而且 卡通告都沒有人告訴我 每次給你ReRe了兩天 然後那天我就想 跟我Re了不是好了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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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這位大咖 我只能說 他的節目 在無線台跟有線台 都中 圈內大哥大姐沒有這一種的 沒有 是無線台跟有線台都中的 沒有 只有這一位 沒有 對 我是覺得就是 那他講的一定是大姐嘛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有線紅跟無線紅 不是我們 人家有那個能力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些 事情的處理 會讓我們 假設我們今天去上他節目的來賓 是不開心的 是不爽的 而且很明顯的是被放掉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馬姐 亮在一邊 亮在一邊其次 我真的是 我第一次 我真的是自己 自己也約那麼久 就算人家做的 馬姐 對不起 我們明天的通告 是因為什麼原因 好 每次給你蕊蕊了兩天 然後那天我就想 跟我蕊了不是好了嗎 怎麼沒有再重複 他說馬姐我再撥電話給你 一直到那一天 比如說他叫我 留一天的時間給他 我留囉 我實在忍不住 我覺得我今天是有通告的 可是為什麼沒打電話 我還看我手機怕怕漏接 我就主動打去公司 馬姐 Kindel你不知道嗎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跟主持人開完會之後 他覺得你不適合這個主題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不要說我們自己多紅 我總覺得自己是個咖 是 對不對 那我當時就覺得有點羞怒 我自己有點神奇 所以電話一掛我自己掉眼淚 掉眼淚 因為覺得自己被羞怒到 這是我個人 什麼叫做你跟主持人 那你要跟我講 是 而且我真的是很生氣 好 然後呢 第二次 那第二次跟我懶 對 第二個就來了 第二次來 我說好 那要懶什麼呢 我們要講一下 你身體有哪裡不錯 我就講了很多 我也是懶了快三個小時 你把全身五上六幅 出來了 好 這個問題 馬姐是圈內撥露的 我跟你講 她的狀況 她可以講十集 真的 這個我們自己有試驗過 我心肝皮沸身 眼耳鼻好口口 全部都可以講 我們自己有試驗過 從麥太公講到妹子公 對 我剛剛 等一下 等一下 他第二句還沒有接耶 從初經講到佛經 好 重點來了 就講 就講懶三個小時 他說那馬姐 那就是可能下個禮拜三 就講 就下個禮拜三 那我講中間一個 我說你們會不會有異動 應該不會 好 懶一會之後 馬姐 隔天喔 馬姐這個主題不適合你 不適合你 好 要換 那你要講什麼主題 馬姐 你有沒有出國的一個恐慌的經驗 要講了三個小時 是 到了要錄影的前兩天 馬姐 我們主持人認為這個主題 都非常的不合適 現在的節目的Rating 所以我們換了 下一次再請你來幫忙 兩次 前前後我這樣Ray 我Ray了四次 我最後他們之後 哪個節目 是這樣子嗎 你不用跟我Ray了 所以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從來沒有上過那個節目 只上過一次 但是這中間不是我去 那時候是玉琳哥公司幫我接的 因為我當時我已經講了 我不接了 我不接了 後來玉琳哥去處理 對 我也是一樣 就那個節目 這個節目也是這樣打 來跟我Ray 媽Ray快歡了 對 到最後什麼都講了 什麼義工隊啊 什麼做秀舞台秀啊 什麼都講了 什麼什麼 什麼妻子大座在那裡 加什麼 加五百億 父親過世 母親過世 我跟你講連這個哨子 是怎麼製成的 他都講 連爸爸 爸爸開割包皮的 什麼都講 他還講什麼 什麼都講的 查哥到底有沒有去上過 他這要錄了沒 你聽我講 後來他們通常都打電話 跟我說要雷什麼 雷了半天 他說因為不適合又改 我說 我雖然是個老人 我還有我自己的戲要做 你不要每天打電話給我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戲要做 你要每天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說 我可以不要上你節目 你的錢我可以不要賺 但是你不要一直打電話 來跟我Ray劇班 對 我不是每天跟Ray 一個鐘頭 我們每三個鐘頭 他有沒有想過 早上班跟下午下班 尖峰時間 曹大哥都還要去義交你知道 沒有 他的行業都跟哨子要有關 我再想一個重點就是說 後來我在某一個台碰到他的製作人 然後我去上那個製作人節目 那我就跟他製作人講這個狀況 他就請他的 他那個節目的製作人 我說他們的老闆 這是這個老闆 那個老闆 你大家都知道誰嘛 瘦瘦的 然後就請他來 然後他就叫那個節目的製作人來 跟我道歉說 不好意思 我說你不用道歉 他說你道完歉我也不會去上 我說謝謝你喔 我在演藝圈 因為我不管我紅不紅那是一回事 我要的是一個尊重 如果你不懂得尊重的話沒有關係 我寧願在家插我的水晶燈 要插我的哨子 我有明示要做 是… 你知道嗎 他在家裡看電視還會放那個 轉的那個燈 然後還要放乾冰 手碼燈 對… 告訴你 我們明示當家 一姐陳美鳳來到我家 第一個進來先噴乾冰 那今天是不是該我們蘇維老師發揮一下 是啊… 對… 其實不管是自己的秘密 還是別人的秘密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想去談 因為談出來有時候很傷人 那有時候會得罪人 但是有一些星座他就是 不得不講不平則明 那有一些人是不小心就講出來了 這一題我們要來看太陽跟水星 太陽代表是你的個性 水星看你怎麼樣去表達你自己 我們來看誰上榜了 第五名是水瓶座 曹大哥 你上榜了 對 馬拉桑你也上榜 我也上榜了 你水瓶座的 是啊 你幾號 生日 男朋友 你怎麼問你1號還是1號 他問你1號還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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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8號 2月8號 等於是1號還是0號 誰在講 你拍戲 水瓶座的朋友 討厭不公平的事情 那所以呢 當比方說你的朋友跟你講說 那個誰誰誰欺負我 對我不好 騙了我的錢 還是什麼 我的老公我的老婆在外面 有男朋友有女朋友 那你千萬不要講 這水瓶座就覺得說 這為什麼不能講 我馬上就給你天爺去找 陳維銘也是啊 對 所以水瓶座是這種不平則明的 他覺得這個哪有什麼秘密 哪有什麼不能講 只要是他覺得不公平 他就要去聽你出口 維銘哥 最覺得老天爺對他不公平 對 對 那我們來看 第四名是誰 天平 天平 或是雙子 雙子 來第四名是巨蟹座 巨蟹座 巨蟹座一般感覺是還蠻藏著秘密的 對啊 因為他們都待在家裡嘛 對 對 巨蟹座 他常常會把他認為安全的朋友 然後視為他可以講秘密的對象 那其實他講秘密的時機往往是說 他比方說受了一些委屈 誰對我不好 我的老公有外遇 我的老婆有外遇 或之類的事情 他就會跟他很親近的朋友訴苦 因為巨蟹座一旦受傷害的時候 他就會常常想要扮演這種受害者的角色 他會說我很可憐啊 然後我很命苦啊 然後我怎麼遇到這樣的對象 然後呢 他自己可能呢 不是把這些事情主要講出去的人 但是呢 就會有人把他的秘密全部都公諸於世 所以巨蟹座 如果說你真的很受傷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話 你可能寫在日記本裡面比較安全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是什麼星座 第三名 還是有很多人上榜 第三名 射手座 真的 怎麼會這樣 好